西纳观光港口城市沃洛斯的一座渔港 这个星期突然出现了大量死鱼 路透社指出有关单位已经捞起了数十万条死鱼 重达40多顿 而这些死鱼几乎是覆盖了整个港口水面 远看好像是银色毯子一般 可是罚除的恶臭 让当地人无法忍受 专家解释这起事件可能跟去年在 希腊北部瑟沙利平原发生的洪灾有关 当时有个快要干涸的湖泊 被水淹满之后大水退去 当地的淡水鱼被迫离开就涌入了港口 可是又因为不适应咸水而死亡 要防止这种情况的话 专家建议在河口设置防护网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